大家好,我是黄印然 这期的这个印然文化 说一说我这次出国的这个旅途 我是9月21号从中国的广州 坐这个两个航空公司 结合的一个航班 从广州飞到这个维多利亚 当然其实不是维多利亚 是飞到温哥华 从温哥华再买当地的一个 就是一个船加车 这么一个组合的一个票 89块钱这个加币 就到了这个维多利亚来了 但是呢我想说的不是这一段 就想说的是在中国广州 因为我是这个订机票之前 查了很多资料 因为我订的是这个 头半段是香港这个国泰航空 后半段是加航 加航我查了他的这个网站非常宽松 加拿大航空很有意思 他这个你这个check-in这个行李 就是你的这个大的拉杆箱 必须要托运的 那个呢是跟其他航空公司 这个差不多 这个都是限重 大概都是23公斤 两个箱子最多 因为是国际航班嘛 但是他你这个carry on的 这个拿到这个飞机上的行李 那个小提箱啊20寸以下 他居然是不限重的 但是他也善意提醒 虽然我们不限重 但你不能拿的太重 对吧 拿太重你自己也放不上去 对吧 但是你麻烦谁 麻烦空姐 麻烦其他人 旅客帮忙都很累 所以我看这点是比较好 但是国泰呢 他规定了 在疫情期间啊 他规定的是7公斤 你这个拉杆箱7公斤 我想问一下 这拉杆箱最轻的 你们知道20号的拉杆箱 最轻的多重吗 7公斤 拉杆箱本身就是3-4公斤 裸重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国泰航空们真是 你除了这个7公斤的话 你减了一个3-4公斤 你自己能放多少东西啊 所以这个我就搜了半天 结果网上小红书啊 现在看来小红书那是误导了 他大概在5月份呢 他就有一个实战经验 正好也是国泰航空 我不知道这是国泰航空的tour 还是真实的旅客 他那个时候碰到的也是真实的 他5月份 从广州还是上海啊 这个 飞这个北美 这个大的行李 28号的千万不要超重 超一公斤都比较麻烦啊 这个是千万不要超重 但是呢 这个你手提的啊 那个箱子 你也不要超重 但是你可以把其他东西放在你的手提 就是一个袋子啊 一个一个小背包 你也不能太大的背包了 放在一个小背包里 这个都没事啊 他确实这么说的 他说还看见一个老外背了一个大登山包 那个在机场check in的时候 都没有去称他那个大登山包的重量啊 然后那个小哥还非常 就是那个国泰航空的那个小哥还非常 和爱可亲的告诉他 你只要这个 他们只称这个拉杆箱 小的20号的这个拉杆箱 不要超过比如说七公斤十公斤什么的 那就可以了啊 当然这个里面还有一个算电脑 还是不算电脑的问题啊 一般来说电脑是不算重量的 你把电脑手提着就行 你要有一个非常重的相机 你也是挂身上 这个就行了啊 你背上比如说我的一个小包啊 或者你拿一个大礼品带 这个都是不算重量的 我一看这个我就挺高兴啊 所以我就说是 我特意拿了一个那个 还背着我那个迪卡农买的那个小背包啊 那个里面能放不少 这个时称的东西 所以我就去了 结果21号在广州机场 结果中枪了 非常严格 他说你所有的行李 包括你手提的 包括你肩上背的 拿手上的 对不起 一起称重量啊 这个拉杆箱20号以内啊 19号18号20号都可以 加上你手上拿的手机 什么什么电脑 算电脑 一起10公斤 不能超过10公斤 超过10公斤怎么 对不起 托运 我说我这加航啊 后边段是加航 我是从广州先飞到这个这个香港 在香港过一夜 第二天早上再飞这个温哥华 我是这么一个航班 人家家航是不限中 他这么说了 你必须要拖运 拖运呢 对不起 我们不会给你拖在香港 你再去拿 不可能了 我一拖运是全程拖运 直接给你拖到温哥华 所以你这个小拉杆箱也必须对拖运到温哥华 那这样就是全程对比收你全程费用多少钱呢 按美金来算 我了个去啊 这这这这 我就不明白干嘛要按美金来算 我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 广州市啊 白云机场 你算人民币不行吗 当然这个就拉倒算了 这个因为你一算美元再折合成汇率 我用人民币 最后我还是用人民币给你付的 对吧 我说我用美元现金什么不行啊 这个这必须是他那系统里面啊 这个最后给你这算成这个人民币 1580 所以这一下我就懵逼了 我有两个大拉杆箱 那是合理合法的 这个是不算钱的啊 都在23公斤以内 但是因为我就看了五月份 那个小红书上一个哥们一个旅客 我不知道是拖啊 还是真是就是这个旅客本人啊 有可能是真是这个旅客本人 但是他这个帖子可能影响太大了啊 大家都那么做了 这个都是健康 都拿黄金 一百多斤的黄金是吧 都背在这个身上拿手上了 那这个受不了对不起 那这个可能国泰就就很生气呢 这个他就严格限制啊 所有的行李 一起称重啊 称重超过10公斤对不起 拖运 要不就拿走 很简单啊 这个称重呢 也是按你拖运多少来称重啊 不 不是 他称重他是按你一个 一个就是23公斤 结果我们那个非常可惜啊 我那个小拉杆箱是20号的 装不了那么多 结果凑半天把所有的东西压了一码 16公斤吧 就是还有7公斤 对不起 我还是按 他整个箱子啊 整个一个28号的 就是一个23公斤以内28号的箱子 按那个体积那个重量来收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的无语 当然可能有的小伙伴听到这个 哎呀那我可以比如说 我去check in的时候 称重的时候 打登记牌的时候 哎呀我就说我有这么多行李 我偷偷摸摸把其他行李 放在其他地方 对这个想法很聪明 但是后来我发现也不可能 为什么我进去了之后 多少号登机的时候 大概是65号还是六多少号 我忘了 你排队的时候 国泰航空的那个工作人员 一个一个看你 看你的那个拉杆箱 一个一个提 结果提了 他是这个他就没有撑了 他就手感 因为不对 你这个重了 你这个要不怎么的 要不拖印 他要不记忆或者怎么的 就在那个时候 结果我看到好多这个旅客 就在边上 我的妈呀 就在那个排队的边上 全面铺开战场 就轻啊 一边轻行李 一边骂 一边抱怨啊 他一个一个搞 但是我好像确实没有发现 没有发现他把你背的一个什么东西啊 他强行给你拿下来 他去颠覆颠覆 他只颠覆颠覆你的那个 这个拉杆箱啊 所以呢 这个 如果还要是 谁要看到我这个行李 如果还要真是出国 去北美 或者去其他地方特别多的话 或者说是你选了香港国泰航空的话 这里面就说 可能还有一个小空子可算 就是什么呢 就像那个 你背上背的 因为按照国际惯例 他是不会把你这个背上背的一个小包 你手上拿的一个东西 你手上拿个电脑 因为我出国出了40多个国家 当时确实当时是没有赶上这个 新冠肺炎疫情啊 确实那个时候都非常的怂啊 这个时候你拿个什么东西 你重的你全拿出来 这个没有发现就一次是因为我重量 甭管我是背那个旅行包 还是背什么都 没有因为我这个重量限重或怎么的 你不能带上飞机 必须拖运是没有的 从来没有一次 因为这个都是讲人情 那么这尤其是国外后 你看加拿大 人家就规定 对不起 你拿上行李的 这个拿上飞机的行李 不算重量 随便 你要能扛 扛一吨也可以 但是他善意的劝解 你也不能拿的太重了 因为你一吨你也放不上去 对吧 但是你说你这7公斤 后来他没解释了 加电脑 加电脑是10公斤 为什么 因为现在有的电脑 你像我这电脑这么大 15寸16寸多少 好 这一个你家那个电源 他那个电源特别大号 他在地下 那个电源我估计就得1公斤 将近 电脑加这个电源 加起来就得3 4公斤 还不止了 可能将近5公斤了 什么意思 一个空箱子 20号的空箱子 加上我一个电脑 就超过7公斤 绝对的 那怎么办 那我其他牙膏 牙刷衣服 袜子 那我都扔了吗 所以你这有点 我觉得是有点扯淡 限重7公斤 加电脑10公斤 我觉得 这个 我觉得还是太不讲人情了 当然也是 这个 世界经济 因为这个新闻疫情 都受影响 包括很多航空公司做裁员 这个我也能理解 因为那天我交罚款的时候 好多人都去那交罚款 我交了罚款1580 你猜怎么的 他把那小票 他把那小票 因为他给我一个 给他一个 对吧 他那小票 拿一个皮筋 那么一缠 我了个去 这么厚 光那一天 你自己看吧 几万块钱收不止 这么厚 对吧 我那小票 他那小票是很薄的纸 他不是那个硬壳纸 他是那个鸡打的 那个卷纸打的非常薄 都能凑这么厚 然后是我记得是10点多钟的飞机吧 10点半的飞机 我们起个大早 哎呦我的妈呀 10点半的飞机 12点10分应该到 我可以负责任告诉你 拿我的肩膀上的这个器官担保 理论上 他都应该到香港了 对不起 那个飞机在广州机场 还他妈没起飞呢 为什么 排队 就排了 愣排了 我就站了将近两个小时 就走那个忧心 这个回廊 为什么 就这事给耽误的 就是这个称重 称重 然后再去 去到一个专门的柜台交钱去 交完了钱再回来 再拿你的行李 再把你的什么什么 再拿你的登记牌 什么什么断七八糟的 所以你要是碰到那个 你要是转机在香港 因为我是第二天转机 所以21个小时 你要碰到才两三个小时 我的妈呀 机都误了 把机都误了 所以我说这个国泰航空至于 虽然你那个创收 确实创收了不少钱 但是我觉得不至于吧 这个我觉得吃相有点太难看了 虽然咱们国家航空公司法规定 在这一块确实不能够一视同仁 就是交给各个航空公司 你们自己定 我们中国民航不做统一规定 比如说就是15公斤 10公斤没有 但是很多公司这个怎么说吧 默认的都会比较讲这个人情 对吧 而且几十年来都是这样通行 你突然一下 好假如这一下子打一个措手不及 每个人都超重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 每个人都超重 要不然就拿回去 送给这个给送行的人员带回去 要不然你就1580 看你拖的地方 我拖到温哥华1580 很多人我估计 这个你要真的一两个小时 搭第二个航班的话 你肯定无计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也把这个事情在这说一下吧 反正我是觉得 哎呀我是 真正整整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提前准备 这个到底是定这个 国泰航空跟这个加拿大航空联盟的 联营的还是跟这个全日空 现在看来应该定全日空 但是也非常诡异 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 这个全日空 我打了三次全日空的电话 因为我在非洲上 看到全日空 他有两个航班 第一个航班 从广州飞 飞到成田机场 第二个航班 大概第二天啊 从成田机场飞到温哥华 都是全日空 但是他 他要求啊 这个你的这个行李 到了成田机场 你得取出来 你得把你的两个大的 28号拉边想取出来 我当时觉得纳闷 我刚才要取出来都是全日空啊 对吧 结果就打电话给全日空 打了三个 打了三次 三个不同的全日空的科夫小姐 说中文的 给我三个回答 一个回答说 OK 没有问题 另外一个回答说 OK 这个不行啊 这个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我们这个在我的全日空的系统上 这两个航班没关联 你飞猪啊 就是阿里巴巴那个飞猪 原来我没有用过飞猪 我原来都用这么什么什么 那个去哪啊 携程啊 还有那个 agoda 还有那个什么booking啊 怎么怎么 什么sky scanner啊 这样的一些特别大的 飞猪 我那是头一次听说啊 但是是另外一个朋友 他出国 他给我介绍的 给我一看阿里巴巴旗下 特别那个大 对吧 我也幸福 但是他居然把它连成了 结果那个全日空的小姐这么说的 有些代理公司可以把它连成 但是他有个问题啊 因为但是我仔细查了 这个当时日本上个月嘛 还没有放开啊 他这个都是每年进这个日本入境 他都是这个有名啊 限制的 而且成田机场 这点方面也比较缺德 他不像香港 香港机场他不关闭 一晚上他不关闭 你睡在躺椅上 睡在大厅里边 成田机场 他到了夜里 他关闭的 对不起 所有人全部出去 要不飞走 要不入境 他是关闭的 他不允许你在这留个夜 这就麻烦了 我必须要出境 入境 入日本境 我甚至还订了一个 边上的一个酒店 我准备要订了 我甚至还要 因为时间比较早嘛 他是下午航班 我能一上午 一到上午去哪 我还是订了 成田附近的一个庙 去参观访问一下什么的 但是呢 我一看这个政策 这个很难保证你能够入境 成功入境日本 哎呦 这个谁都不能保证 所以这个问题在这儿 全日空 他说这两个航班是不连着的 而且中间还要隔十九个小时 然后那个成田机场 他又让你必须入境 入境呢 你又不能百分之百保证 你能成功入境 拿着这样 那也像这样那样的一些个什么 核酸检测了 疫苗打的情况了 怎么的 不能保证 因为你没有名额 他只有当时我查了 好像是旅行团 可以因为他是团伴 但我不是旅行团 我是一个个人 我自由行 因为你拿的外国加拿大护照 你是可以 原来是三个月吧 还是六个月 我忘了 是免签的 你随便去 我当时去日本旅游 我也是自由行 我就这么去的 但现在的疫情期间 他就有这个限制 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 你别到时候 我的卡里面 这个就完蛋了 所以这个全日空 他也不能保证 这两个是能够成功的 他也不能保证 你能成功入境 所以他本身 全日空网站 并不卖这两个 飞机的连程票 他不卖 所以他也要求你 把行李必须要 到了成天 把行李拖出去 第二天 再把那个大的28号 阿卡箱两个G 再去那个check in 但是飞猪 他是这么说 我没有碰到任何情况 你就放心买吧 这个我们是有保证的 万一你不行 票是可以退的 我也行 万一我不行 退票小事 耽误事 对吧 所以疫情期间 这个出国国 他也不容易 所以最后 我是没有选全日空 但是我也 就是疑问 这个飞猪 怎么居然敢卖呢 你要卖 你居然必须要有前提 这个你得把日本的入境政策 我是自由行 还是拿到中国的签证 还是跟团 还是不跟团 你把这个研究清楚了 至少我看了日本的那些个 他是规定 还是旅游团 跟一个团 他能保证你有签证进去 你自由行 好像在那个上个月 9月份是不能保证的 2022年 对吧 所以你飞猪 我就认为你应该把这个 我问他 他一问三不知 他说 你要碰到任何问题 回来 我把票给你退 你这不扯吗 我不是说 要你这点退费 我是说 我必须要走出去 安全的达到我的目的 所以 我觉得飞猪 这点还是没有研究透 他就敢卖这个连程票 所以最后 我是没有买飞猪的那个全日空两个 其实我更倾向于全日空 因为全日空的那个拉杆箱 它的上飞机的规定 就是那个20号的是不超过10公斤 就比它多3公斤 但是手机 因为你是日本航空 我就直接给你拿这个国际惯例 我就把相机 我就把这个电脑这么重 我拿手上 你肯定你不会冲我 你不会冲我重量 但是在中国这个国泰 广州机场 对不起 把你电脑全部算上 这个10公斤 不算电脑 7公斤 我就觉得这个有点扯 你要是架航其他航空 因为我从来没有碰到 国外航空 我觉得 他们不会赶出这种事来的 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提个醒 今后你要还是走这个路子吧 这个就要 就真的要小心一点 你看你再闯一下 能不能把特别重的 放在你的背包或者拿 拿个袋子 确实他后来他没有 小姐没有抢我的手里的 第一个袋子他没有抢电一电 他也没有什么 他就是拿了我的20号的拉杆箱电一看 很轻他就放了 从我们排队 从第一个 我们不是要坐那个机场巴斯要登机了吗 在香港登机的时候还查了一道 所以这个广州机场 那个国外航空的他没骗我 他说你放心 最后你们无论做什么花招 在那个第二城 就是在那个香港或者是那个什么登机的时候 不就是在那个 这个进去就在那个 广州白运机场 去坐那个机场巴斯 在那个换登机牌的时候 还要再检查你一道 但是到了香港就再也不检查 因为香港你登的是这个家航 所以这个你要想铤而走险 那你就走吧 如果实在不行 那你就看 反正1580 1580我在这边刚问到的价格 一个立方 一个立方海运 不超过400公斤 最便宜的1750 贵的1800 当然还有更贵的 比较便宜的两个 他就这个 我1580 才他妈16公斤 人家那是不超过400公斤 但是实现啊 他是要大概就是要35天左右啊 到40天左右 给你拉到这个温哥华的这个这个港口啊 但是你要是派送啊 和外还要加 比如说加把那么 200加币啊 或者怎么的啊 这个是这样的 但是那个 一个立方啊 400公斤啊 好 我这这么一个破20号拉杆箱就收我 158 太不划算了 我觉得这样 好吧 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 大家就从中汲取一些有用的这个经验和教训吧 就算了 对啊 优优独播剧场emin